大家好,欢迎光临长春七五七城开发区规划展示厅 展介在我们面前的是长春七五七城规划模型 长春七五七城开发区成立于2008年12月29日 是全国第一个依托高速铁路正式的开发区 拥有中国高铁第一城支撑 它位于东北三省省会城市几何中心 长春市城市东西轴线景阳大陆的西端 规划范围南起自律西街 北至后略大陆 东起西三环路 西至四环路 总面级13平方公里 确立三大功能并位 即综合交通收入区 现代服务业及日区 高品质生态居主区 建成后的西部新城将成为继组城区和南部新城之后的 长春市第三个城市中心区 首先您看到的是综合交通收入区 综合交通收入主要由收入南广场 收入北广场和战场区间工程等三部分组成 收入南广场工程